因为现在股市 反正高点就是离空了 现在就是说你在股市相对高点 所以有一个记者问我说 最近美国降息 我们会不会在牛市在一起 我说不太可能 为什么 因为你在 薪资涨得不如同膨 所以大家的实质购买力减少 上次我去买一个蚝蜜刷 我说今天你怎么还在 因为我每次去的时候 大概9点他已经卖完了 或是剩下一碗半碗的 我说你这次怎么还剩那么多 他说现在感觉上 大家好像购买力变差了 所以他现在卖到10点 10点半才可以卖完 那我问那个竞争车司机 竞争车司机说 现在看起来 这也当然影响很大了 因为这种电价调涨 就像他们一样说Data Center 一个Data Center的使用 会差不多要耗掉 一个城市的电力 所以这个如果电力挑战 这种半导力设备挑战很多的时候 对可能对这个 AI Data Center这东西相对来说不利 不过一方面讲 就是说因为半导体本身这些毛利率高 因为第一个是两大经济体都不好 美国现在看起来是寻求软着陆 中国大陆短期的精神要大幅成长是不容易的 所以全世界有一半的GDP就会往下秀 台湾现在靠的就是AI 这些半导体跟它相关的产业链 这些产业链最近也在休息 这个因为既起高了这个东西 除非有新的应用出来 那加上这个苹果没有卖得很好 那传统产业 所以我们当然寄望大陆的刺激动作会开始带动 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我们修正为6.63 那第二季经济成长率我们中国统计是5.06 那比7月份预估的是5.09 下修0.03个百分点 今年第三季的一个是3.21 第四季是1.12 那如果并计三万年全年经济成长3.9百分比 比5月份预测3.94 我们会下修0.04个百分点 那么预测明年的经济成长是3.26百分比 院长因为主季总处在8月中学的时候 它下修了我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所以大家就会很担心说 是不是我们的经济有一些状况 所以来看这个9月的PMI的部分 其实还蛮意外 就是连续四个月都是扩张 然后突然转为紧缩 下跌我们也吓了一跳 其实就是PMI跌到50% 就表示说因为50下就代表有点紧缩了 那之前都几个月都是扩张 所以这个后面的原因是怎么样 第一个就是包括美国 欧盟还有日本 中国大陆PMI都跌到50% 少数几个国家像韩国 越南泰国好像是在50以上 但其他国家都是比较低的 所以大概跟世界的也是同步的 第二个是因为这个整个我们的AI AI虽然出口当然这样但极极高 所以最近有点下修 还有iPhone的16卖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所以有多少有点影响 将美国的一些大选降息 这些东西都很多的变数增加了 所以其实有点下修 那跟世界基本上是同步的 不过当然回过头来讲说 警惕对策讯号 看起来就说警惕对策讯号 好像是变比较热 比较从黄红灯变成红灯 那这是为什么 因为它几个指标 像海关出口值 像制造业跟服务业的一些加班的工时 还有制造的产量 比较同时指标是上次在增加的 但是我们这个是比较有点领先的味道 所以第一个是领先指标 那它们是同时指标在变化 但是领先指标并没有变化 第二个是呢 因为警惕对策讯号是一个比较量 警惕对策讯号是一个比较量 比较出口是增加 数量的增加 但是我们这个采购经验准数 是看一个trend 一个趋势 比如说这个月相对上个月 现在相对未来六个月的变化 所以它一个是比较领先的味道 一个是它有领先有同时有落后指标 混合在一起 第二个是我们是比较有趋势 它是比较量的关系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这个整个 跟全球的经济看起来有一点点同步 为什么 因为美国经济事实上也在下滑 那中国经济虽然最近有一些组合拳 一些大规模的动作 但是它经济看起来还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所以其实也会影响到台湾的一些经济的情况 对 因为我看更进一步来看的话 就是在各项指标的部分的话 好像几乎都是往下跌 除了存货是持平 然后存货是增加 那其他的部分尤其在生产数量的部分 跌了就是一成这么多 是 是 那生产数量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在讲说 我们接到的单子不是长单 很多是短单 集单 所以你未来其实今年整年的看起来 就是说厂商都认为单子都是集单 短单 都不是长单 所以为什么他不敢去拉货 那不敢大量的存货 很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担心 未来的order不见得会那么持续 那所以当然多少生产数量也会多少 那可能生产数量跟最近AI电告了 它后面有点关系 是 那在我们大家很瞩目的 就是这个新增出口订单的时候 -8.2 这个幅度也是很惊人 新增订单数量也是-8.2 这个领先指标看起来都不是特别乐观 一个是新增订单-8.2 一个是新增出口订单 还有一个未来六个月的展望 都是负的 代表制造业还是在观望 不过现在就是说 第一个 当然有很多变数 包括像新美国大选 包括中国的经济 那包括最近这个码头的一些事情 还有包括iPhone 16到底卖得怎么样 AI会不会再回来 会不会是一个短期的泡沫而已 会不会回来都是比较在观望 所以一直在重申说 过去我们在了解说 为什么订单都是短单集单 没有长单 为什么存货一直很低 因为我不敢拉太多存货 我不知道未来的订单会不会持续 所以我不敢背很多料令租界 因为上次被吓到了 我们在2022年的上半年 就开始整个上半年是还不错 下半年整个基转之下 都在清库存 就是这个道理 那如果以六大产业来看 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 院长其实它是原本就是计条之后 从这边开始 然后原本有连续四个月的扩张 是 然后现在开始跌下来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下个月 如果好一点又可以回到原来的这个 如果AI又回来 那iPhone 16会不会稍微好一点这样子 可是看起来刚刚就是院长讲的 那几个变数感觉都不会有 对 但是中国有刺激 中国刺激的话对台湾的这个电机设备 工具机 石化 钢铁 这或许会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影响 所以其实这一波我们看起来 这个运输工具其实是比较看起来 有点转向比较正面一点 最主要是因为看到大陆的一些刺激的动作 会对它有帮助 近期我们将在年内提前下达 明年一千亿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和一千亿的两种建设项目清单 支持地方加快开展前期工作 先行开工实施 那如果以这个五项指标来看 就是他们其实觉得最重要的这五项来看的话 我看几乎全部都是下调 除了这个就是工商交货时间 其实有略微往上之外 对对对 这个人力数量雇佣数量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指标 因为通常是经济好或经济不好的时候 才会增加雇佣或是减少雇佣 所以这是比较落后指标 这几个应该这个是一个比较负面 因为它是一个领先指标 看起来是这样子 那如果以六大产业来看的话 六大产业 第一个在50以上就是基础原物料 一个是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为什么会正面 其实交通工具一直都不好 但是最近为什么比较好 第一个是美国降息 对你的借贷成本会降低 那可能他们会觉得说 那借贷成本将来会不会比较有机会 所以比较乐观的一些看待 特别是很多的厂商都是比较食品 或是乐观的看待未来六个月 所以交通工具可能好一点 那基础原物料看起来 因为当然基础要你要大众物资 第一个是你的成本 你要同货的成本就低了 这个因为利息降低嘛 第二个是因为大众物资 通常美国在降息循环的时候 对一些大众物资原物料 跟石油油价都会有点上涨的走势 过去的历史经验 就说只要美国进入降息循环 通常对原物料零组件这些大众物资 零组件石油都会有一些正面的一些刺激作用 所以基础要跟着也上来 所以大概是50 那电力机械设备事实上是不好 但是也接近50% 为什么 因为电力机械设备 我们通常都是一个景气的落后指标 就是说经济很好的时候 它才敢采购5000万一亿的这些设备 那台湾的这个工具机这一年来 其实都受到很大的两面夹挤 包括日币贬值 那对台湾高阶的会有影响 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工具机 其实品质也跟上来了 所以两面夹挤 但是现在看起来就说 转的比较乐观 因为中国有些刺激的动作 或许会扩大市场 对这个有正面的 所以它也跟着稍微上来一点 那其他的像化学生技 因为它跟石油有关系 跟原料原物料石油上有关系 但是原物料他们认为说 因为OPEC那时候看淡 整个未来石油的价格 不过最近又开始回升 但是之前 因为中国大陆刺激以后 可能会对石油 会有一些加上地缘政治 加上能够码头工人的一些罢工 但是之前他们在调查 因为我们在调查 应该也是9月中之前调查的 所以那时候可能第一个是OPEC 本身就讲说看淡未来的油价 所以对这个化学生技会有一些 比较没有那么正面的影响 电子光学当然跟AI有关系 因为AI加上这个苹果16 其实卖得没有很好 当然会影响整个供应链 那食品既仿制 因为第一个奥运结束 所以那么机能性仿制结束了 那食品可能是暑假 一些种年轻数是比较旺季 那旺季也稍微结束了 所以可能等下一波的一些情况 所以大概整个是这个样子的发展 那如果在这个未来展望的部分 就是制造业未来两个月 展望的部分 看起来只有食品仿制比较好 还有交通工具跟电力机械设备 其他的部分其实跌幅都还蛮大 尤其電子 激光學和化學技 生技 醫療 電力機器設備就是因為 為什麼 因為中國其實我們的傳統產業 比較大的市場是在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刺激動作 之前中國大陸它也在平價出口 會有衝擊 現在它內需擴大了 當然衝擊會變少 甚至市場會擴大 所以電力機器設備會稍微好一點 交通工具也是因為降息的關係 希望說借貸成本降低一點 老百姓會好一點 會比較有依國購買這個東西 基礎原物料其實本來應該是會看好 為什麼 因為美國降息 它對基礎原物料會有一些提振作用 但是台灣的基礎原物料 比較像工業用 因為台灣的我們的基礎原物料 跟世界的基礎工業用是不太一樣 世界的基礎工業用是什麼石油 重金屬 台灣只有一些什麼 石化的乙烯 稍微的原料或工業用紙 所以跟世界不是一個真正的基礎原物料 是一樣的東西 當然降息可能會對它有幫助 但是因為整個如果電子光學不好 這些東西 那它的這個要長上來 也是比較困難一點 那實名紡織可能到年底 也是一個旺季吧 那電子光學可能就要跟iPhone有關係 跟這個AI有關係 那化學生技因為可能跟石油有一點關係 雖然油價稍微上來一點 加上中國大陸如果刺激動作 應該可能會未來會稍微好一點這樣子 那像我們經濟成長率其實還有就是很重要 就是一塊就是非製造業的部分 所以看起來我們這個是連續23個月都是擴張的 可是我們最近其實雖然擴張 可是它的漲幅已經開始縮小了 為什麼漲幅縮小 第一個是當然跟零售業有大關係 這波跌最深的就是零售業 這個我們的NMI指數 那零售業當然跟旺季結束有點關係 還有一個是我常坐計程車會跟私機聊天 那我也會去買一些小自由跟聊天 他說其實最近通膨 薪資漲得不如通膨 所以大家的實質購買力減少 上次我去買一個歐阿密刷 我說今天你怎麼還在 因為我每次去的時候大概9點他已經賣完了 或是剩下一碗半碗的 我說你這次怎麼還剩那麼多 他說現在感覺上大家好像購買力變差了 所以他現在賣到10點10點半才可以賣完 那我問那個進行車時機 進行車時機說現在看起來 大家購買力沒有那麼強 所以他們要花更多的時間才能賺到一樣的錢 所以感覺上就是通膨並沒有整整的大幅降機 特別是你的民生必需品 可能你的大眾物質在降 但是你的民生必需品 你看便當會降嗎 你的這個什麼一些服務會不會降 計程車價也不會降 你去卡拉OK在通訊服務會 娛樂都不會降嗎 租金都不會降 所以就是說可能因為跟實質購買力有點關係 還有零售業的這個淡季可能有點關係 那在他的就是產業類別當中 其實只有五個產業是呈現褲長 那其他大部分 對 其實最低的就是零售業 剛剛提到 零售業為什麼低 就是因為他旺季結束了這個暑假 是他傳統的旺季嗎 可能等到下一波年底 週年慶 百貨週年慶 這個東西關係 但是因為零售其實跟老百姓 很大的關係 就是你的實質購買力下降 你到百貨公司就會逛得少 或是到7-11這種量販店 也會購得稍微節省一下你開支 所以零售事實上是有下來的 那運輸倉儲稍微下來 運輸倉儲其實是跟這個製造業有關係 所以製造業如果下來 它多少也會跟著下來 批發也會下來一點 因為批發當然也是跟這個 一些製造業有關係 特別是它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是跟電子業的批發有關係 所以AI下來 它也會跟著下來一點 這個是這樣子 那資訊通訊團博 這個跟製造業有關係 這裡面可能是因為為什麼 很多的工程服務 它這裡面好像是跟一些資訊的設備 比如說最近AI會比較好一點 那教育及專業科學 事實上有些是工程服務 專業科學 工程服務前一陣子還滿熱的 就是因為跟製造業有關係 因為這次還沒有反映到真正的 央行的一些信用管制 金融保險 股市最近AI稍微有點修正 大概會有點關係 因為現在股市 反正高點就是利空了 現在就是說你在股市相對高點 所以有一個記者問我說 最近美國降息我們會不會在牛市再起 我說不太可能 為什麼因為你在低點就有可能 你在高點 其實利多就不會太漲 但利空就會大跌 如果在低點的話 通常是利空就不會跌了 但利多就開始大漲 所以這就是一個為什麼 就是說金融保險可能 因為這邊股市其實到 到2萬2 差不多左右了 2萬2 相對來說要上去的機會比較小 要下來的機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金融保險 保險業當然也最近表現得不是特別好 都有一點關係 營造不動產看起來很好 但是那時候是信用管制 好像還沒有真正兌現 因為營造不動產最近一直都還滿熱的 可是最近有一點雜音 就是因為這個央行的第七波信用管制 那可能我們調查的時候還沒有 因為第七波信用管制還沒有證出來 因為央行是在9月底公佈不降息 然後第七波信用管制 那住宿餐盈就比較慘烈一點 住宿餐盈為什麼 第一個是我們提到說 它是一個不平衡的成長 澳幣很好 就是出國的很好 但是英鎊的內需消費的比較差一點 加上地震 颱風什麼東西 都會有影響到這個花蓮 台東 花蓮還是台東的民宿業是說 我們現在的住房裡只剩下不到一場 上次的地震 因為地震這個是效果一定還延後 地震 然後現在颱風 所以我覺得花蓮 台東 這些觀光重要的景點都會比較差 如果地震的話 一般老百姓也不敢去比較偏僻的地方 也會比較低 所以我覺得可能政府要有一些 稍微提振的措施 恐怕 所以如果是未來六個月漲旺的部分 好 所以住宿餐盈還是看好了 因為覺得說將來如果政府有一些措施 還是會好一點 但是我們最近颱風 這次又打擊了一下 這個高雄 花蓮 台東這些東西 所以住宿餐盈可能他認為 反正最壞的事情已經過去了 所以可能會好一點 但是我覺得台灣 我們其實政府也應該有一些措施 特別是內需才一個不平衡成長 特別是都開始開放 這個大幅的對國外觀光 其實整個就業機會消費都沒有創造在台灣 我覺得政府如果一些對國旅 有一些幫助的措施恐怕會好一點 而且明年過年有九天的連假 我想說這個未來展望可能會覺得 那個時候國內的旅遊也會比較好一點 國內旅遊 對啦也可能 你說九天的連假 對 過年的時候 但是連假的時候搞不好更出去的人更多 第二個當然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現在票價很貴 旅遊的票價 國外的航空票價很貴 所以可能如果大家因為政府我覺得應該也有一些相當的規範 做一些刺激國旅啦 不能讓國旅這樣子 因為兩邊的所得差距會越來越大 半導體 這也很好 那傳統產業不好 服務業更差 如果是這個東西就會有影響 那營造不動產未來可能當然知道說 政府對這個新清安的一些信用管制 這個時候可能還沒有第七次的信用管制出來 可是廠商也可能繡結到政府的政策 開始有點變化 那大概是專業科學 金融保險 普普 那還有什麼 運輸倉儲好像也是跌幅比較多一點 運輸倉儲 因為這跟製造業有關係 批發跟這個AI跟這個製造業有關係 所以製造業如果不好 他們也會跟這個往下走 那零售的部分 零售就是最近因為旺季結束了 然後可能這個老百姓的時值購買一直在下降 因為這個看起來 這個我們的通膨雖然說現在還兩點多 那本來央行認為會跌到一點多 但現在這波又調整了電價 恐怕會讓通膨也稍微會不容易那個 那通膨比較高 你的薪水又沒有跟著上來 你的時值購買力是比較差的 那比較差對百貨公司 因為百貨公司其實一個就是依賴 國內的高消費的人群 還有一些國外的觀光客 那現在國外觀光客相對來說是有 但是沒有那麼多 特別是陸客沒有來 這個都有影響 那再來就是一個量販店 因為你可能時值購買在下降 你可能會去 但是購買力會稍微減少一點 可能會往下修一點 所以那從剛剛這個製造業跟非製造業 這算是財購經營員只是所謂的領先指標 然後看起來其實都不是這麼好 而且都是幅度就曲線 它都是往下走 所以代表我們今年的經濟成長率 還有可能再往下修嗎 這個要再觀察 因為這個今年其實是有可能的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是兩個大經濟體都不好 美國現在看起來是尋求軟著陸 中國大陸短期的經濟成長 要大幅成長是不容易的 所以全世界有一半的GDP就往下修 台灣現在靠的就是AI 這些半導體跟它相關的產業鏈 這些產業鏈最近也在修習 這個因為季節告了這個東西 除非有新的應用出來 加上這個蘋果沒有賣得很好 所以台灣的出口就六成 就靠電子資訊跟半導體 所以如果今天有點閃失 那傳統產業我們當然寄望大陸的刺激動作 會開始帶動台灣一些相關傳統產業 因為傳統產業基本上市場比較大的是在東南亞跟大陸 大陸有些刺激動作也會帶動一些發展希望 可是我們的製造業比較靠所謂的資通訊 那現在我們的電價調漲 那我看那個半導體 還有AI資訊中心 這些未來它在成本的部分就會增加的還滿多的 因為我看漲幅其實到14% 幅度還滿大的 就是說這當然影響很大了 因為這種電價調漲 就是像他們一樣說Data Center 一個Data Center的使用會 差不多要耗掉一個城市的電力 所以這個如果電力調漲 這種半導體設備調漲很多時候 對可能對這個AI Data Center 這東西相對來說不利 不過一方面講就是說 因為半導體本身這些毛利率高 特別是我們的經驗代工毛利率50% 我們的IC設計都是50% 當然下游的封測是比較差一點的 但是這些東西它比較Profit Margin比較高一點 所以它比較有承受力 相對來是好一點 不過政府也考慮到說 體恤老百姓就是傳動產業 很多是衰退的 所以它就給你小漲或者是動漲 那甚至很多服務業的 比較這個一些批發 一些零售 百貨公司 或者這也可能會影響到 這個我們都通膨了 所以它就盡量給它動漲 所以政府也是有它的考量 但是電價調漲總是會轉嫁到 這個消費者的物價上面多少 因為大家之前會看比較利多 是因為很多就是國外的大廠 要來我們這邊設 是 那可是我們其實已經 連續三年第四度的調漲電價 那這樣會影響到 他們來這邊設廠的意願嗎 這個第一個就是 因為通常國外為什麼來台灣設廠 第一個是台灣的本身的 這個周邊產業很強 第二個是台灣的電價相對便宜 那如果電價這樣調整 我們這樣調整上來 可能對某些製造已經 差不多提倡差不多30% 不過我們台灣的電力 就算調漲還是在亞洲裡面 算是比較偏低的 所以還是有它的一些好處 第二個是台灣的周邊產業比較強 所以還是有一定的吸引力這樣子 最近詐騙集團相當猖獗 中天財經頻道全球震驚週報 在此特別聲明 無論是頻道節目 或者是來上節目的教授們 絕對沒有在臉書或者是LINE 開設投資的群組 請大家不要受騙上當 集團氣候衝擊全球經濟之外 紫外線也容易對肌膚造成傷害 所以保濕和防曬工作馬虎不得 請多多支持中天自由品牌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一起看完40秒廣告喔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好 小尼